歡迎收看HK026.com KIMA 我們今次說一下 有沒有在街上經常看到 這個人好像很熟口臉 好像在哪裡見過 是不是我認識的 你預讀得多不多 都幾多 都幾多的 我也試過 尤其是客人 我試過有一次就做夢 見到一個男人 男士 在夢中見到 那個男士也挺英俊的 OK 不知道他會不會在這裡看 過了幾天之後 真的有電話響 我有個客人 算八字 算八字 他可能有東西要問 我們約了 不只是網上 真的是見面 我見面 批他八字 我也沒了一件事 因為他八字有四條柱 他那四條柱 其中有兩條半柱 應該這麼說 四個字裏有兩條柱 是和我一模一樣的 另外還有一半個字是一模一樣 那些是八字的很合適的 我就在想 這個人的八字和我這麼合適的 好啊 於是他真的見到面 見面時的樣子很像 就是和我發夢的樣子很類似 我不可以說一百個百分之一 但高位肥瘦 樣子 八八嬤 也未必看得清楚 未必看得清楚 但都是那類 之後我看到八字都很像 我認為這個人真的很合適 只是一種緣 我自己這樣想 沒多久又遇到他 後來這個客人 就是他當時批他有個小朋友出生的 算完了 過了沒多久 過了沒多久 他又有一個朋友 又要問一些東西 他回覆了他的朋友給我 後來我只得出一件事 就是誤到你不相信 有時我們算八字的話 就算師父 我們自己算 我們都會看到有些客人 跟自己很合適的 真的很合適的 或者我們說得再具體一點 有時這些就是所有人說 很旺自己 這些客人就不停一個介紹一個 一個介紹一個 這樣 你有試過嗎 有 有時這些真的是圓的 有時它就是當你有難的時候 或者有些什麼事 就會偏偏有一個人走來幫你 他可能真的做一些很少的事 他幫你解決了你的問題 這個就是緣分 OK 大家有興趣 去這個網址HK0526.com 下次見 拜拜 拜拜